几层美丸,人这一生,真的太短了,从无忧无虑来到人世间,到万般眷恋离开这个世界,不过是弹着一回间,还未来得及享用繁华世界,就已经身处沉默,一生几度感叹,几多依恋,几多无奈,无事的时候总会细想,一生这么短,明知有一天会离开,为何我们还这么努力的活着,图个啥,复杂的社会? 看不透的人心,放不下的牵挂,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,走不完的坎坷,跃不过的无奈,忘不了的昨天,忙不完的今天,想不到的明天,最后不知道消失在哪一天,这就是人生,人生如天气,可预料,但往往不护意料,不管是阳光灿烂,还是聚散无常,一份好的心情,是人生唯一不能剥夺的财富, 把握好每天的生活,照顾好独一银二的自己,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珍惜,我们都有缺点,所以要互相包容点,我们都有优点,所以要互相欣赏点,我们都有恶性,所以要互相谦让点,我们都有差异,所以要互相接纳点,我们都有伤痛,所以要互相安慰点, 人在世间走,本是一场空,何必处处计较,不不不让,话多了伤人,恨多了伤神,与其伤人,又伤神,不如不凡神,世间的力争不完,争赢了失去人心,世间的力争不完,差不多了就行,才聚人散,才散人聚, 一辈子就从个无亏于心,悠然自在,一辈子真的很短,有多少人说好了做一辈子的朋友,可一个转身,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,有多少人说好了要过一辈子,可走着走着,就只剩下了曾经,又有多少人说好了明天见,可以叫醒来,却是人鬼殊途,所以,趁我们还健康的活着,能相聚就不要错过, 能想爱就用心去爱,能拥抱就拥入怀,能牵手就别放开,能完事就完,能吃喝就吃喝,再过若干年,我们都将离去,对这个世界来说,我们彻底变成虚无,我们奋斗一生,带步走一草一木,我们执着一生,带步走一分爱慕俱荣,所以,趁我们还活着,一定要做好再见事, 一,教育好孩子,不要危害受惠,二,照顾好自己,不要拖累家庭,三,孝敬好父母,别所不孝子孙,我们这么努力活着,除个傻,不图豪宅华情,只愿一家温暖,不图荣华富贵,只愿一生平安,不图每位佳肴,只愿身体康健, 不图家庭乱贵,只愿之租成了,不图名声显赫,只愿一世心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